Come on James! You can do it! 出爐了 皮都很脆 真的有点烟熏味 是果木的烟熏味 试一试 很矜贵的鲍鱼焖土鸡 很香 这个是收汁 很爽的 因为这个煮熟了一段时间 除了刚才看到它的生菜 它有四个产品的来源 全部都是有机菜 大家吃得很放心 海鲜竟然生满 这些东星斑 螺丝虾 丁鱼 多生满 甚至它的汤味道 试试这个汤 这个就是汤带厨 约翅鱼 约翅鱼头汤 全部都有八种的约翅 试试哪一款 试试这个鱼 因为小黄鱼 平时我们吃开的煎 很喜欢吃蒸的小黄鱼 它用了海南的黄椒去蒸 如果在这些包饭里面吃 其实它没有低烧 基本上你的朋友 六至八个人 已经享受了这么漂亮的包房 今天来到嘉年娜广场 就想在二楼 找一间正宗的广东菜 叫做今天有和 这些材料很新鲜 全部都是有机材来的 来自全国各地的 有湖北 湖南 山东 这些叫做珍珠瓜 你看一粒粒 好像珍珠 其实是苦瓜 很大粒的珍珠瓜 这些土豆都是有机的 我们叫做薯仔 这些菜是有机菜 在这里你只能看到 是在现场烹调 这个就是我们叫做 肆肉王煮大腸 煮到一粒粒 这个就是鱼头汤 对 这个是约线的鱼头汤 约约约约约的 约约的是吧 是不是有八种药杉在里面 海鲜正经要生满 你看到这些东星斑 罗斯虾 钉鱼 很生满 待会点了两条小黄鱼 是用那些海南的黄椒 来蒸这个小黄鱼 来蒸这个小黄鱼 哇 出炉了 哇 这个很漂亮 师傅你好 你好 藤师傅你好 我们现在深入厨房的种 第二天访问一下这个陈大厨 为什么这只黑中鹅那么好吃 有什么秘诀呢 我们正常都是取用 清远的黑中鹅 清远的黑中鹅 是 它是比较肥美的 很大只 你看看你比较 很大只 这个多少斤 这个7斤半 7斤半 我看到了 滴中油 是的 要多久 才成熟 180天 180天 即是6个月左右 是的 我看到后面那间房 它要上一阵脆皮的水 是 是 它是烧了一些脆皮水 哦 我们是要上了一些脆皮水 它才会烧到感受 是的 然后上完之后 拿来这个炉烧了 要风干 哦 风干 正常都是风干几个小时 几个小时 是的 要烧多久呢 烧到滴油 四十两分钟 四十五分钟 还有火候也有相关的 我看到这些火候 你一会加大一点 一会降低一点 是 没错 因为火候有时 室温要大一点 有时温度要这样 稳住来走 就是要确保它 它不会烧焦了 要烧到脆皮 是 没错 这种很成功 你看到脆皮炊 然后在滴油 我们现在就享用这些 黑中鹅了 多谢师傅 今天来到这间 今天有和 吃什么呢 就是吃传统的粵菜 那粵菜吃什么 一定要烧鵝 这个烧鵝不是普通的烧鵝 它是果木烧黑中鹅 中鹅是特别大 应该很棒的 还有这个 这个是黑松露鲍鱼的土鸡 土鸡上面加了鲍鱼 很矜贵 烧得很薄 还有这一款 这一款是 豉油黄煲大肠 刚才我看着它煲出来 还有黄焦 蒸小黄鱼 这一款就是沙律 这是阿玛子油半果蔬 就是像西式的做法 这个汤也是它的主打之一 很多料 你看看 几足料 又有鱼桃 又有鱼头 又有鱼头 还有两个鱼头 还有两个鱼头 还有豆腐 还有很多 这些是中药来的 你闻到中药菜的香味 很补的一个汤 有哪里开始 我试一试这个菜 这个就是阿玛子油的蔬菜 其实做法 我觉得像是西式的沙律菜 比较清点的一个头盘 好脆啊 这些生菜 就是薄薄的菜 刚才看到它的生菜 它有四个产地的来源 全都是有机菜 大家吃得很放心 顺着它的汤还没凍 先试试这个汤 这个就是汤带厨 约线鱼头汤 全部都 用八种的约线在里面 哇 这个汤很香 哇 好煲 看煲是哪一款呢 试一试这个鱼 小黄鱼 因为小黄鱼 平时我们吃的那些煎的 很多吃蒸的小黄鱼 它用了海南的黄椒去蒸 很滑 到平时吃的小黄鱼不同 它这个是辣辣的 因为黄椒是辣的 鲍鱼的炆土鸡 鲍鱼 听到啪啪声 哇 好大只鲍鱼 这里有多少只鲍鱼 这里有八只鲍鱼 鲍鱼 很矜贵的鲍鱼炆土鸡 好香啊 这个是收了汁 它是很爽的 收了汁 因为这个煮了一段时间 鲍鱼的精华已经在鲍鱼上 鲍鱼的鲍鱼 鲍鱼也很爽口 这应该是南非鲍鱼 好吃 好吃 烧味是一间月菜餐厅最精华的 最重要的部分 所以现在试试这个 果木烧黑中鵝 真的有点烟熏味 是果木的烟熏味 试一试 哇 这些鵝肉很入味 还有一些鵝油的油香 在这里 皮很脆啊 正 果木烧黑中鵝 98厘牌 大众点评 有特价63 每日限量五份 如果你在这些包饭里面吃 其实它没有低消 这里 基本上你的朋友 6-8个人 已经享受了这么漂亮的包饭 我认识很方便 因为这个就是加年娜广场的二楼 它一楼有一个入口 二楼都有一个入口 加年娜广场很方便 大家知道 在这里落户城走过来 也不用两个字 可以走到这里了 乾杯